近日AZ莫德纳还有BNT的疫苗纷纷到货 陆续排入了接种时辰 但一年一度的流感疫苗也将于10月1号开打 所以说在9月底10月初可以说是破天荒 五种疫苗要同时来施打 这对于各地的接种站还有诊所都是一大挑战 很担心打错针的乌龙事件上演 各地卫生局早早就备好了交战守则 是要务必注意民众必须要在打了流感疫苗之后 得要隔7天才能够再去打新冠疫苗之外 同时也要严加规定诊所 每天只能够施打同一种品牌的疫苗 莫德纳AZ BNT疫苗接力抵台 加上国产高端4种新冠肺炎疫苗 将在10月初同步开放 又撞上流感疫苗10月开放接种 实无前例5种疫苗同步开放 各大接种站诊所备受挑战 看起来好像这个月可能好多种疫苗在打 但是我们同一天只会打一种疫苗 同一种疫苗一天只能去领一天的量 所以说每天要去领疫苗 知道什么门都困着 今年破天荒出现疫苗大壮奇 诊所就怕打错针早早备好叫战守则 其中要特别注意接种流感疫苗的民众 必须隔7天才能再打新冠肺炎疫苗 而COVID-19疫苗的包装使用保存方式不同 所以不难分辨 但为了避免乌龙上演 各县市卫生局已经针对诊所规定 每天只能打同品牌疫苗 每日也只能领取少剂量 摊开各大疫苗接种期程 从9月中开始 第八轮AZ开打 莫德纳也将提供75岁长者进行接种 9月底AZ跟莫德纳也预计依序开放第二季 BNT则同步在校园内接种 接下来第九第十轮也将提供民众打BNT跟高端 而秋冬流感耗发剂来临 632万剂流感疫苗也依据在10月1号开放接种 每次领都会领同样的产牌 我们不会有说 今天冰箱里面有两三种不同的产牌 不过通话是同一种产牌打完了 才领另外一种产牌 各大疫苗顺利到获 缓解我国疫苗荒 专家乐见10月中旬 疫苗涵盖率有望破6成 将大大提升国内防护力 借台北综合报道 而在四天的中秋廉假等于是疫情降级之后 迎来第一个连续假期 全台不少景点都涌入了大量的出游人潮 还有许多民众返乡 专家就很担心 因为Delta病疫初的传染力非常强 引发家户感染的比率 比起Alpha变异株还要高出64% 难保社区不会存在着黑数 甚至有专家建议 认为民众在返乡前 应该要自行先进行快筛 确定阴性之后再来上路 而且返乡之后 也要尽量跟家中的长辈保持距离 中秋廉假还没结束 全国各地都涌现出 由人潮跟有不少民众返乡 大量人流南北移动 国内专家就担忧 先前爆发的多起Delta群聚案 中央才宣布结案 廉假后疫情可能会这次扭转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双北的疫情 在社区里面还是存在有少数的这种 这种潜在的感染者 那这些感染者来讲 他可能是年轻没有症状的 这个还是不能完全排除 因为Delta传染力极强 英国公共卫生局研究更指出 Delta变异株引发家户内感染比率 比阿法变异株高出64% 台大公卫学院教授陈秀基认为 民众返乡前应该自行快筛 确定是阴性后再上路 返乡后也得尽量和长者保持距离 接触的时候就至少最好 横向能够保持一公尺的距离 那新的感染者出现 假如说找得到原因的 那这当然就没有关系 找不到来源的话 那就是可能就会延迟这种 降级的这种时间 难保当前社区没有黑数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丽敏也提醒 社区还是有零星Delta个案 中秋廉价的危险性还是存在 没打完两剂疫苗的人 得特别留意 要从最后一个本土个案 被发现时算起 观察两个潜伏期28天 疫情都没有爆发才能安心 20号以后的疫情警戒 恐怕还是需要维持现有的强度 疫情能否维持平稳状态 不让病毒继续散播 四天中秋假期将是关键 记者纵博导 疫苗话题则是要关心网红四叉猫 日前打了高端疫苗 自费去验血清抗体 不但引发热议 还掀起其他民众跟风 指挥中心回应将要开会制定 自费检验抗体指引 不过台湾疫苗推动协会的 理事长黄玉成就认为 目前验抗体 还没有一致的比对标准 无法把数据直接解读 为保护力的高低 也有医师认为要验抗体 至少得要完整接种完两剂疫苗的 一个月后再来验 觉得网红太早验了 根本浪费钱 据林口长庚医院的副院长 邱正荀则认为 每一个实验室的检验方法和标准不同 公开验抗体的数据 恐怕不太妥当 网红四叉猫接种完一剂 高端疫苗后两周自费检测 血清抗体 还大方秀出抗体数据 引起跟风潮 不过这样的做法 专家不以为然 新冠病毒有保护力的抗体 那个数指标是多少才有保护力 目前没有标准 全世界还在找 还在确定这个标准 综合抗体可能是指标之一 只是目前这个指标要定在 一比多少的时候 一个数值多少是 才真的保护力 目前不知道 不止目前验抗体 没有一致比对标准 台湾疫苗推动协会 理事长黄玉成还点出 和疫苗保护力最相关的 综合抗体 也得要三级实验室才能厘清 但每家做法不同 加上没制定判读标准 无法直接衍生成保护力高低 而且民众现在去验抗体IGG 这往往用来研判 有没有被感染 等于民众花钱检验了半天 还是连保护力有没有都不知道 医师潘建志也在脸书发文 要验抗体应该接种完 两剂疫苗后间隔一个月 才是标准的检验抗体时间间隔 认为网红四长毛太早验 根本浪费钱 不建议民众自飞验抗体 是因为目前没有判读标准 如果光用抗体数据公开呈现比较 不仅公开没意义 恐怕也会引来误导 记者这么多 面对共击平平扰台幻象2000 是我国空军中高空拦截主力战机 为维持妥善率 空军司令部近日与法国达缩公司 签署了幻象战机的技术支援服务 将由法国派出技术人员 强驻新竹空军基地 直到2026年 金额高达新台币7亿9千多万 是台法对幻象2000的第二项合约 前空军副司令分析 幻象2000已经服役24年 包含机体还有飞弹等装备 都需要保养甚至升级 对于北部的空防非常重要 空军驱离广播19号千尘响起 又有三架共机 侵入我西南空域 共机频频绕台 国军委维持战力 近期与法国达缩公司 签署幻象战机技术支援服务协议 将显著提升妥善率 第一批的合约是从2018年到2022年 那个是重要的零组件的供应 这个支援服务协议呢 是属于人的项目 幻象战机在台服役24年 这一次台法第二次合约 五年约新台币近8亿元 将由法国派驻技术人员 至2026年常驻台湾新竹空军基地 对北部空防至关重要 它拱位的是大台北地区 翻修久了次数多了 它的性能也会衰退 飞弹的妥善率 还有它出去发射出去之后 命中目标的这种精准度都会降低 幻象2000与F16IDF经国号 同为台湾主力战机 挂载云幕中程飞弹 魔法二行短程飞弹 主要应对中共苏凯日期三十 歼十歼十一战机势必要再升级 我们买不到飙风战机 飙风战机是第五代战机 那将来在空战上面的话 它会占下风做一个性能提升 让它变成由第四代 能够性能提升到第四点五代 应对台海威胁 国军提升硬体妥善率 确保我国空防随时具有即战力 记得战区六位成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